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5号 星期一 最近啊 有些人一直在关注 也是一直在跟踪 郭片 文贵的行踪 据说已经有72小时 没有郭文贵的任何的直播呀 什么信息啊 日本的 有的网上 推特上福尔摩斯之称的一个鸭蛋姐 他出示了那个定位图 就是他那个Lady May 豪华游艇就是郭文贵 郭片的那个豪华游艇 Lady May 停泊在岸边 没有动静 也就说明郭文贵呢 他要么就在船上 要么就已经下了船 所以呢提示联盟调查局 还有这个SEC 也就是美国证券委员会 还有美国邮政系统的 执法机构 都要密切关注郭文贵的动向 为什么要邮政系统 关注呢 大家还记得吧 Steve Bannon 当时被逮捕 在8月18号 被逮捕 被逮捕的时候 就是在郭文贵的豪华游艇 Lady May上面 是由邮政系统派的执法人员 当时派了直升飞机还有快艇 然后命令这个郭文贵 他这个游艇靠岸之后 把Steve Bannon给逮捕 带上手铐 带走了 当时呢 郭文贵据说吓得不轻 后来做视频呢 连忙撇清自己的关系 说这个班农犯了什么法 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也就立即宣布说这个班农 已经不是他法治基金的理事了 不是他什么法治基金会主席啊 什么的 撇清关系 那么现在呢 郭文贵自己 轮到自己 这个 到底是最近 这几天没有露面 是躲起来 想躲避 执法机关的逮捕呢 还是说 已经被执法机关约谈了呢 没有信息 所以呢 蚂蚁国这几天 应该说出了大事了 你们这个邪教帮主 你们的蚁王 锅鸦片 失踪了 到底是玩这个 玩失踪呢 还是说 被执法机关约见了呢 还是被带走了呢 我们听一听这个 这几天啊 朱安利在他的视频里面也说 说如果最近这两天 如果最近这一个星期 郭文贵被突然逮捕 大家不要感到惊讶 因为这个联邦调查局 调查他的这个案子 不光是金融诈骗 还有其他的案子啊 已经调查了半年以上时间了 然后华尔街日报 光贵这个锅片的这些 金融诈骗的事 都连续发了三篇文章了 最近这篇文章是昨天刚发的 所以大家有兴趣在网上查一下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光贵的上钟已经敲响 而且是紧锣密鼓 一点都不放松 但另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光贵呢 他是狗急跳墙 他在不断的给他的那些 蚂蚁团队施号 应该说是发号施令啊 给他们施加压力 同时呢 又开出了更多的这个口头支票 空头支票啊 一种许诺 说你们要成为什么农场 喜马拉雅农场的负责人 你要获得筹资权 获得一些这个优惠 那你就得干事 你要把当地所在的 所谓欺民嘴给灭了 他把那些他所痛恨的 揭露他诈骗的 揭露他这个过往的罪恶的这些人 都说成是共产党的特务 那其实谁都知道 郭文贵自己不止一次的说 他自己是国安 国安的挂靠或者商干 或者说就是国安的特务 而且国安部 立了三次一等功 这都是他亲口说的对吧 他跟国安部的副部长马健 当时的关系那么密切 他贿赂马健六千多万人民币 然后这个马健自己在视频里面 也都承认了 包括他怎么样 通过国安部18局出事公函 帮助郭文贵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的去抢夺别人的企业 要求地方政府和法院都配合 配合郭文贵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这个据说是符合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假借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名义 进行这个流氓诈骗敲诈勒索 甚至把人家的企业直接给拔占 抢夺人家的资产土地 另外他过去还把人家弄得家破人亡 我也举过这个例子 一个黄阔先生住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他的儿子当时六七岁都被吓得精神失常 到现在都无法治好 那他的这个黄阔先生 祖传的一些古董字画 还有家里边的这些资产保险柜 都让郭文贵带着那个黑社会的黑帮成员 就是把他打的就设私刑 多少天让他没办法回家 就设私刑审讯拷打他一个多月时间 然后逼着他把这个所有的密码都说出来 然后把所有的保险柜都打开 把他在外地的资产全部都吞并 所以直到今天这个黄先生 还是这个说一遭被奢咬十年怕警神吧 还不敢公开到法院去告他 就寄希望于有一天郭文贵坐牢的时候 他可以站出来做证人 所以这一天呢我估计已经不远了 我希望加拿大温哥华的黄先生 能够听到我今天的视频 就是到时候郭文贵真的被逮捕的那一天 黄先生你务必要勇敢的站出来 你的血泪史没有别人来替你说 只有你自己亲自站出来 把你所遭受的迫害 郭文贵是如何迫害你 如何把你搞的家破人亡 虽然没有人死 但实际上你们这个家人 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这个都可以站出来说话 那么最近呢我们知道 郭文贵指使他的那些蚂蚁帮 所谓这个叫什么 新联邦 就是新中国联邦 其实都是完全啊 郭文贵坏就坏的地方 他经常是污化一些名词 现在他已经把法治 法治基金这个名称给污化了 本来是一个非常震荡的名词 但是只要经过他这种诈骗 那种污化 以后谁还敢用这个名字呢 凡是被他用过的名字以后 都没人敢再用了 所以呢 什么新中国联邦 原来呢 是多少人在几十年前 都提出了相同的设想 几十年前人家都说了 应该未来要建立一个联邦国家 而且是新中国 结果呢这个名字 名称这种概念 都被郭文贵给盗用了 因为郭片郭片 他永远都是盗窃别人的东西 他就是真正的盗国贼 他是共产党最凶恶的帮凶 这都是事实 我们做了十几场听证会 也做了两场这个分析讨论会 应该说郭文贵的这些犯罪的事实 他的利用的手段 这些都已经分析的相当的透彻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这个老夏平时政的频道里面 去仔细的看一看 历次的这个公正听证会 历次的听证会都有 从第一场到第15场 另外呢 有两场这个分析辩论讨论会 都有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然后最近呢 他这个指使他的蚂蚁 疯狂的去围攻这些 接锅人士 砸锅人士 实际上这些人 绝大多数都是反共的 是反共异议人士 维权人士 但是被郭片说成是共产党的特务 包括这个父母时 傅希秋 大家都知道 几十年来一直在 帮助中国大陆那些被迫害的人 及其家属 把他们救助出来 然后呢 在国会不停的奔走 在白宫 在国务院不停的奔走 所以傅希秋这几十年来 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对于这样一个人 这个光贵把他说成是共产党的特务 支持了一帮这些小蚂蚁 现在是母蚂蚁居多 很多的母蚂蚁呢 是属于这种没有头脑的 有的是更年期的 有的是过了更年期的 这种大麻吉的 要低质人群 但是最近呢 他们又花钱 又这个收买了一批比较年轻的 看起来有的就像学生一样 这样的人难道真的是无脑吗 还是被金钱所驱使 宁愿当这样子 郭文贵的帮凶和帮贤 非常恶心 在傅希秋家门前 还有的还 煞有街市的接受 所谓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 有人说那个可能是伪造的福克斯电视台 因为哪有一个电视台 福克斯这么大电视台 在他台标上再贴上别人的这个电视台 好像是几家电视台 都聘他这么一个人 就那么一个女的 是手忙脚乱 又是摄影师 又是记者 就他一个人 这个不像是福克斯电视台的 这个通常的做法 那么今天又发生了个事呢 就是今天早上 西诺准备出去 因为西诺正常情况下 是开那种专门的出租车 以此为生 但是呢 刚出门呢 就被锅片所雇佣的一匹蚂蚁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女性 一群母蚂蚁把他包围了 也有三四个公蚂蚁站在后面 就是用摄像机来用手机在拍摄 这几个母蚂蚁冲上来 就对他就进行身体上的攻击 可以说这个这些流氓团伙啊 黑社会团伙真的是一群低质人群 大家知道美国虽然是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 但是你怎么可以随便去攻击 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呢 白发苍苍的一位老人 对吧 人家是为了生计 人家准备出门去开出租车 结果这群母蚂蚁上去 就抢夺他的手机 对他进行这个拳打脚踢 然后把他手机摔在地上都摔破 然后呢他们还这个贼喊捉贼 他们报警 警察到了以后 有几个女的倒在地上 说这是西诺 把他西诺打他们了 而且呢这样说起来的话 感觉是一个男人在打女人 那警察当然没有表态 警察说你们谁拍有这个video 那西诺的手机都被摔在地上 当然没有机会拍 所以呢 那蚂蚁他们在拍 那警察就把蚂蚁的手机拿去 去分析那个video 而且警察临走的时候 对西诺说了一句 他也看了一下 他说这个video已经非常清楚了 他说你不用着急 等到我们把video仔细分析过以后 再给你一个回话 所以西诺现在也在等待 这个等待分析完了以后呢 西诺还会跟律师向警局 向联邦调查局进行这个报告 具体报告这个经过 而且有可能会申请相关的法律措施 这种做法呢 我们觉得西诺由于事先没有做准备啊 所以没有什么自慰 无论是喷雾剂啊 辣椒水啊 还是棍棒啊 甚至枪支啊 要根据情况来 具体情况下怎么来使用 在警方许可的范围内 可以动用哪些自慰措施 所以这些呢 都要充分的考虑 那么现在呢 我觉得这个疯狂啊 就是现在蚂蚁们也在疯狂了 郭文贵自己是狗鸡跳墙 因为他末日已经到来 所剩的日子无几了 就没几天了 现在郭文贵锅片 基本上是要搬着手指头再数自己 还能自由几天 好好数吧 这个数不过来 顾个人帮你数 因为你没有数字概念嘛 经常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 文章写不了三百字的文章 那数呢也数不了多少数 所以呢你得找个人 顾个人来帮你数数吧 所以呢你看着 最近 郭文贵到底会不会被抓进去 那如果要是讲一旦 蚂蚁王国 这个所谓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国 这个国王 万一要是被抓到牢里 那么这些大蚂蚁 母蚂蚁们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靠什么过日子呢 那陆缺德呀 这个定刚王 对吧 还有萨拉 还有这些恶心的 什么江虾头了 这帮混账东西 他们会作为陪账品吗 我相信大家也不会放过他 大家已经这么长时间 就是亲自目睹 记录了那么多他们的 为非作歹的行为 无论是视频啊 文字啊 这些东西 网络上已经足够的多 到时候大家齐心协力 把这些证据都收集全了 都交给联邦调查局 交给所在地的警察 然后呢 有些东西 就说他们这些人 平时是靠什么维生的 他们是究竟做了哪些违法的事 大家也进行相应的举报 那如果要是讲正义的力量不出手 邪恶的力量就会这个泛滥 你看看现在多么的疯狂 他们到处围攻 在全世界范围里面围攻 民主人士 异议人士 砸锅的 这个 你看这个已经疯狂到这样一个程度 无论是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他们都想做出这样的威吓行动 但是最终呢 这个火呢 自然还要烧到自己的头上 所以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锅片呢 他就是要求大家把石头举得多高 最后砸呢 砸下来的话 当然是砸他自己的脚 所以锅片的末日已经到来 这个 所以我们大家呢 现在差不多要到了举杯欢庆的时候了 有人说不会那么快吧 那会不会延长到一个月啊 延长到半年一年啊 这锅片他轨迹多端 他会不会逃跑啊 会比如说他化妆一下 化妆成一个女性 本身他的臀部就比较大 扭一扭 人家还真以为是女性呢 对吧 化妆成女性啊 会不会这个潜逃到其他国家呢 从墨西哥逃到什么南美洲去 一辈子不露头啊 那现在他现在想逃 恐怕已经是为时过晚了吧 联盟调查局这个相关的执法机构也不是吃素的 现在应该说锅片是处于一个全部的被监控的状态之中 他基本上是茶匙难飞 往哪跑呢 对吧 所以呢 最好的路啊 我给锅片指一个最好的路 就是自杀 你不是说了多少遍吗 从18楼跳下去 18楼马上就不是你的了 所以呢 赶紧吧抓紧时间 现在趁你还有机会在18楼上晃悠 赶紧跳 这个 招昌不是跳下去了吗 唐塔也跳下去了 现在该轮到你了 哈哈 哈哈 这个锅片 你往前走 你看 多么蓝的天哪 有没有想到你也有这么一天呢 这个你这个人渣 你这个反人类的 这祸害 祸害了 在中国国内就祸害了多少人 来到美国这才三年半的时间 你都害了多少人 像你这样一种反人类的畜类 这种 就是说应该说是人类公敌 对吧 如果要是想支持你的人呢 都是已经说脑残到无可救药的程度了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正义感 有一点良知 有点常识底线的人 都应该大家携起手来 唾弃这样的人渣 反人类的公害 大家都应该想办法 就是行动起来 用各种各样的证据 用各种各样的力量 让执法机构给他以最重的刑罚 最好是终身监禁 如果美国 美国是不执行死刑嘛 所以最好是郭片 他的这个若干项罪行累加 累计 他几十项罪啊 太多了 那么庆竹难输 把他罪都裸在一起 加在一起的话 可以判一百二十年一百五十年 一辈子都在监狱里面度过 那么到那个时候 这些公蚂蚁母蚂蚁 如果想去献媚 也是有机会的 公蚂蚁你就多献点好吃的 当然你献不起五千美元一根的雪茄 也献不起二十万美元一瓶的酒 那你献你看 你能献那个什么 河南乡村骗子爱吃什么东西 是大葱卷这个什么 献饼呢 不是献饼啊 那个山东的叫什么饼啊 就是山东那个那个 薄饼吧 这个山东的那种 这我都忘记了 卷大葱的那个那个饼 然后呢 那母蚂蚁你们可以奉献什么 你们自己知道 对吧 这个这个你们的帮主 最喜欢你们什么 你们就奉献什么 好 你们还是有表忠心的时候 有献魅的时候 你们如果愿意陪葬 如果这个你这个公蚂蚁的 不就是你的蚁王 一辈子都要在牢里边 你们是不是也可以申请到牢里面 陪他住一辈子啊 或者是你们直接就自己解决了 这也算是作为陪葬 过去不是有什么猎女吗 搞一个猎女榜 你们这些母蚂蚁觉得忠心耿耿的 对这个锅片 那么忠心 你觉得他出来无望了 他这一辈子已经活不了了 那干脆你们这些母蚂蚁 一个一个的都跟着去死吧 就是全部都是陪葬 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们自己去想 你们自己去用绳子了 用刀了 用药了 用什么都可以 对吧 这个还有蚂蚁自焚嘛 对不对 什么样的形式都可以 好的 祝你们各得其所 祝你们善始善终 祝蚂蚁王国最后呢 是灰飞烟灭 好 今天就说到这儿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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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